第三件事情我也觉得很高兴的是 在这一年九个月里面 虽然社会上对于很多的政治议题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在教学的现场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 跟克刚任何有关正义的问题 如果我们愿意理性地去看克刚的讨论 在所有的十二年国教克刚讨论过程中间 其实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争议 所有的克刚都在非常透明的情况之下在进行 我跟委员报告 我其实六月五号就到台中一中 跟学生对话 但是在现场已经明显地看到 学生被特定人事 特定人事是谁 我建议成立 我建议立法院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前面的部分我是相当不同意部长啦 不管是在省议委员会的主持人名单是否公开 以及现在已有争议的案件应该要怎么处理 这部分我是不同意 前面总总我建议可以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台湾有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有没有 中华民国有参加抗日战争 中华民国啊 对啊 那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没有 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吧 现在是 当时啊叫做台湾总督府 被二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候 的盟军啊 轰炸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前身 台湾总督府 这张照片 就是1945年5月31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531台北大空袭 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的盟军打台湾 那你跟我们讲说台湾 有参加抗日战争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中华民国怎么会来打台湾呢